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三大厂的中端拍你选哪家 我盲猜绿厂直接垫底 红蓝厂可能差不太多 但我个人是更偏向于红厂的 各位邻里大家好 我是刚开始研究中端拍的白菜 先说一个类似于野庆辉节目的部分 李宁还在N系列的时期推出过 N903TD,904TD,80TD,802TD等等等等 各种TD后缀的中端拍 基本上就是砍了一些材料的规格 砍了一些科技配置 砍一砍售价 802TD后来随着系列名的变更 成了丰刃500 因其不高的上手难度 特点鲜明的涂装 不高的中端售价 疯狂的收割中端拍市场 2023年春天 李宁以一种奇特的姿势 经销商定制的方式 跟随时代的步伐 推出了他们的首款Pro后缀的产品 丰刃500Pro 顺便做一个预告 N80的两代拍子 早晚也会出现在我们的 爷亲回系列节目里面 想看这些老拍子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 这期视频依旧会分为三个部分 客观介绍 主观感受 总结和购买建议 大家可以按需跳转看看 抖音的朋友 想看完整版视频的 可以去尝试平平台 首先客观部分 先来说一说 风刃500Pro 相比风刃500 它Pro在了什么地方 第一 76线孔 相比72孔更加的主流 网压也更高 绝大多数人适应起来 没有什么难度 第二 这个6.8毫米的中感 比原来细的0.2毫米 弹性也更好了 同时呢 这个中感稍微短了那么一点点 基本上算是细中感的标配了 第三 全线槽 从这个地方开始的线槽 原来是只从39点为止开始 半线槽 这个呢 会进一步提升球拍的灰速 第四点 也是一样提升灰速的 就是更薄的拍框 三四两点结合起来 是非常非常非常激进 且大胆的设计的 薄拍框 破风框 加上全线槽 想想就很容易短拍呀 然后是外观设计 我个人呢 是比较少 跟大家讲外观设计的 毕竟审美这种事情嘛 萝卜青菜 但是这支拍子确实是值得说一下的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李宁特色的电镀漆 大家从镜头里面可以看到啊 虽然对焦没有对时 但是它闪闪发光 对吧 李宁家最早的电镀漆 反正我记忆里面是M80的一代 那个金色银色的电镀漆 非常的惹眼 后面迭代的M80二代 紫色绿色的搭配更加的骚气 两支拍子我都是上市第一时间就买入了 不过呢两支都稍微中感有一点软 所以呢很快都被我出掉了 很巧 80二的买家正好就是今天这支拍子的主人 我的育龙穿线石 这次找他穿一堆NF系列的球拍 他说他手上正好有一支风刃500pro 问我要不要体验一下 我自然是不会跟他客气的 风刃500pro延续了之前风刃500的设计语言 一样呢也是电镀漆 加上一系列的镭射贴纸 突出一个高调 中感这里500后面接着一个大大的pro 后面还有一个白色的pro 彰显着他独特的身份 这支拍子用到的一些科技 在拍框上也都一一标注了 对于一支李宁的中端拍来说 给的算是相当的多的 比如说两点位置的这个什么力学优化拍框 说是可以增大填区的面积 也确实这支拍子的填区打起来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我个人对填区上移这件事情 是持保留意见的 这对于机球不稳定的新手球员来说呢 不是那么的友好 在这个位置写着一个李宁家的破风框常用的 机翼恒定系统 理论上它可以抑制拍面的晃动 对破风框来说还是相当有意义的 但是我个人打起来觉得它晃动还是蛮明显的 七点钟位置这里写着一个 HOF什么什么system的 是一个很常见的拍框减震系统 在李宁家非常常见 九点钟位置的这个TBnano 相信大家应该很眼熟了 在李宁家的球拍上还是挺常见的 但是中端拍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说这支风筝5怪Pro在科技配置上还是给的蛮多的 这根6.8毫米的中感比之前的那支更细 更硬 更弹一点 作为一把速度拍来说 我觉得这样的调整是非常不错的 中感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中管弹性恢复系统 好可哀 追盖我缠上了 回头放张图啊 它是风影系列同款的追盖 握柄是相当相当短的 我这么一抓 其实都已经快到顶部了 从追盖顶到底盖 不足20厘米就这一段 在现在的球拍市场上都属于比较短的 何况它是一支双打定位的拍子 比一些单打拍的握柄都还短 底盖很自然的就是李宁现在的这个红底白色logo的底盖 我个人觉得比老的中短牌底盖要好看不少 最后重复一下线和手胶 IY的Export 63 268棒 手胶 AC248 这支拍子3UG5的规格去了底胶上了厚厚的缓震膜 最后总的重量是93.7克平衡点307毫米 平衡点还是属于比较高的 第二部分主观感受 很主观的那种跟你不一样的很正常 第一感觉虽然这支拍子标的打感是偏硬的 但是我个人打下来还觉得有一点点软 跟他老大哥802比较的像 这种软对新手球来说不是什么坏事情 它大大降低了你的使用发力门槛 高平衡点加上破风框这种设定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玩的 尤其在双打里面 评说挡可以很快 后长也可以比较有力 但是我觉得中感还是要稍微硬一点点的 不然这个球会有一点点摁不住 就像这支风刃500Pro 就会有一种比较明显的感觉 它不太稳 中感的弹性还是相当好的 属于现在李宁的中端应该有的水平 甚至有点接近高端拍的水平 虽然没有现成的对比 但是所有听得到的看得到的评价 都说这支比以前的那支风刃500的中感要更弹 它的灰速确实是非常快的 李宁的风刃系列和能量系列 都是相对比较纯粹的破风框 整体的拍框都非常的锋利 但是它很快又不是很稳 就会造成它球会不太好控 拍子的出球是属于比较干脆的 没有什么粘球的手感 更加加剧了它不好控制的这个缺点 另外还有一个我个人打下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挥的太快了 防守的时候甚至我比球还快 经常挥空 我最近也打了不少的速度拍 但是灰速这么快还是有一点点不适应啊 但是它还不是最过分的 新的NF800 Pro比它还快 我们下周应该就有视频了 大家记得点个关注呀 总的来说它的填区还是相当大的 拿这个拍子摸鱼划水 本质上跟NF700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你真的要干硬仗的时候 我觉得这拍子的中感的爆发感 要远远比它好得多得多 这个呢以我个人的习惯来说 我不是很喜欢它 最后呢是总结和购买建议 丰刃500 Pro 我打下来听下来 它应该算Pro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现在人喜欢的特点呢 它基本上都有 比较快的灰速 比较弹的中感 比较大的填区 不太高的网压 上手难度小 驱动难度也小 涂装方面见仁见智 反正我个人觉得这种电镀漆是非常个性的 行情方面呢 它的吊牌价从原来的 丰刃500的 990块钱 调整到了1090 提高了100块钱 1090的这个吊牌价 比现在三大系列里面的六字头 比如说封影600 雷霆60 战绩6000 都要高10块钱 但是终端售价就不是很高了 基本上都是500不到 在这个价位呢 它的竞争是相当相当激烈且残酷的 像刚才说到的三大系列的六字头或者五字头 都大概是这个区间 篮场也有各式各样的TD 以及一些二三线品牌 他们也摸到了四五百块钱的这个门槛 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中 他还在终于上赢得了一个相当好的口碑 这还是相当不错的 最后呢 这只拍子推荐给一些不喜欢很硬中感的 对后场进攻要求也不是很高的 双打远远多于单打 单打甚至为零的朋友去购买 他的上水难度不高 所以女性球游也是可以买的 在往前封网 他的节奏也是相当快的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 转发给你身边想买 丰刃500Pro的朋友 大家记得关注下关注 频道最喜欢的马仙人篮球 我是艾首白赛 白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